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血如老人的论语讲要 纸张篇第三章 纸下之门人问交于纸张 纸张曰 纸下银河 对曰 纸下曰 可者与之 其不可者拒之 纸张曰 亦乎无所闻 君子尊贤而隆重 家善而今不能 我之大嫌疑 亦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嫌疑 人将拒我 如之何其拒人也 纸下的门人 就是纸下的学生 问纸张 怎样交友 怎样来交朋友 纸下的门人问纸张 怎样交朋友 纸张反问 纸张反过来问 你的老师纸下说的是如何 就是说 你的老师纸下呢 那他对交朋友 这一桩事情啊 他是怎么说的 纸下的门人对约 家师纸下说 可以交着就和他结交 不可以交着就拒绝他 就是朋友啊 可以交 这个朋友觉得啊 可以跟他做朋友 就跟他结交了 认为这个朋友 不可以跟他结交 那就拒绝他了 纸张听了纸下的门人说的之后 便说 这和我所闻的不同 就是这个跟我听到的不一样 我曾闻 君子尊敬贤人而又容纳众人 家美能力善子 而又同情不能者 那么纸张 就给纸下的门人说了 说的跟我所听的不一样 我曾经听闻啊 君子尊敬贤人 作为一个君子啊 能够尊敬贤人 又能够容纳众人 就是贤人以下的一般人 能够去容纳 能够尊敬贤人 又能容纳众人 这是一个君子 家美能力善子 那么对能力啊 很好的人啊 这个 家讲赞美他 而又同情不能者 对这个能力差的人啊 对他又有同情心 那么这是纸张 听了纸下门人 说他的老师 怎么交友 那么他说出了不一样的 一个交友的态度 此章举出他所闻的两句话以后 说出他的看法 他为什么这么讲 我若是大嫌疑 就是 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大嫌人 那对于别人 又有什么人不能容纳呢 我若是一个不嫌的人 那人家将 拒绝我 如之何由我拒人呢 我怎么能去拒绝人呢 是人家要拒绝我 因为我是不嫌的人 那如果我是大嫌的人 又有什么人 我不能去容纳 如果我是不嫌 那是人家拒绝我 我怎么能去拒绝人呢 指下交门人交友要谨慎选择 指章则以宽容论交 恶人都是学智孔子 古著大多奸起二说 并列加辨别而已 古代的著者大多 两方面的说法都有奸起 那么指示啊 大概啊加以给他辨别 这个不同 如极解包柱 极解包弦的柱解 他是解释 交友当如指下 犯交当如指章 那么这个交友啊 在省公的 如意圆图 那么他有提出啊 这可能是 这个打字啊 打反啊 应该是有交 这里应该是有交 有交当如指章 犯交当如指章 黄书除解释包柱之外 又隐正选约 这个黄侃的柱书啊 除了解释包弦的柱解之外 又隐用正选 正康臣的柱解 指下所云 轮挡之交 指章所云 尊卑之交也 那么正康臣的柱解啊 指下呢 所讲的是轮挡之交 古代啊 如果称为朋友啊 那就不得了了 朋友啊 有难 那么你要去帮助他 比如说他财务上有困难 周转不灵 你是他的朋友 你要想办法呢 帮他解除这个困难 朋友被陷害 要是帮助他解除 那个违难 甚至连牺牲生命都不行 所以如果父母在 不为有死 不能为了朋友 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是父母都不在了 可以 父母在 那就不可以 那么这个指下讲 轮挡之交 那指章所云 尊卑之交也 所以 这两种 在古代注解 都有采取 只是啊 大概啊 做一个 区别 那么这一章 是论交友 交友的态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胡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